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别人讲一听 多传一首的方式 跟原文其实会相差很大的距离 所以纳吉本身就跟你讲 他不是有特权 他是通过来探望他的人 然后传口信叫他们来发这个贴文 向大家报平安的 他在他的贴文上面就写了 虽然他block我 但是我还是会去看他的 用我儿子的账号嘛 所以纳吉他的账号会经营下去 这是肯定的 因为他的账号有这么多的followers 你在马来西亚有这么多followers的账号 没有几个 所以竟然已经有这么好的平台 比大多数的媒体平台还多人 他不可能会放弃 但是纳吉肯定不能再通过他的平台 来掀起像过去一样的boscow旋风 为什么 因为我之前讲过理由了 第一 现在大家都看清 你是PR team在帮你发的 你各种反驳各种分析 是不是你自己写的 存疑了 存疑了 你之前装到自己很厉害 我早就说这个只是假象 现在这个假象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所以你要为自己的形象加分 讲到自己好像很厉害 然后很会反驳 很会做事情 那个功效已经不在了 第二 人走茶凉 你的Facebook现在还有热度 你可以继续炒作你的可怜 但是可怜牌是打不久的 我们有一句话叫长平难顾 就是一个人很贫穷 你要照顾他 如果他是不会自己想的 他永远都是贫穷的 你是很难照顾他很久的 长平难顾 这句话大家应该都听过 同样的 你一样半可怜 久了我们会对这个可怜无感的 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子 会有其他的事情出来 会有比你更可怜的人出来 所以 久而久之就没有用了 所以纳吉的影响力 必定会逐渐的下滑 这是我斩钉截铁在这边 可以马上告诉大家的事情 所以纳吉可以更新Facebook 这个短短的我们就回答到这里了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 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